接下来是由我们的记者蒋邦彦来告诉大家未来几天的天气 太平洋高压持续发威 各地人士多云稻情天气 出门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不过到了周五高压减弱 午后山区部分平地有强对流发展 注意剧烈天气像是累积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 这一周的天气大概的情形就是 二九三十它是一个比较晴朗多云的天气 然后还是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地方 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 然后从10月1号到10月5号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10月1号、2号、3号 受到比较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花莲的银风面上 就会比较有容易会有雨的情形 然后到4号以后啊 东风会比较弱 然后这个水气进来的也比较少 然后天气又开始变得一个比较晴朗的一个天气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这一周啊 天气大概的高温大概都持平在30、31度的情形 但是可以看到晚上啊 低温的情形呢就会相对的差别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晚上低温啊 可能到24度、25度 不只是有一点舒适 可能还有点凉的情形 所以晚上如果早出晚归啊 可能还是要增添一点 搏外套啊会比较舒适 不会说啊会骑摩托出去会会比较冷的一个情形啊 气象局提醒 第16号台风蒲公英 目前持续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 虽然对台湾暂时没有直接影响 不过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 容易有长浪发生 台湾东南部沿海需留意三米高的风狗浪 提醒民众出门记得防晒 海边活动随时注意安全 接着讲方言 华林志报道